贾买量恢复原状,公布李小璐喜事,网友又回到美美的一家人了,还知道吗,在爆出李小璐出口以后,他们是被骂得很惨了,许多人都认为他们离离婚已经不远了,很多人毕竟还是无法接受这顶绿帽子。 宽且,贾买量对李小璐那么好,说真的没有理由放弃一个温馨的家庭,特别还是出名人物,对于他来讲,难道事业和家庭不要了吗?贾买量和李小璐两人的婚姻早值钱是让许多网友都非常羡慕的,贾买量对李小璐真的太好了,结婚以后生活两人非常的幸福甜蜜, 而且贾买量和甜蜜还一起参加了真人秀节目爸爸回来了,甜蜜在当时也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,都表示甜蜜真的太讨人喜欢了,还非常的懂事,那个时候也有不少的表情包,想必网友们你们用过吧? 这个消息只从被传出去之后,贾买量从来没有出现,在大家的视线里了,大家都认为他已经被戴绿帽子了, 这个快破碎的家庭,一直以来是大家的范长后话题,生活里所有的负能量充斥着他,他到哪里,都会有灯光对象,他并且追逐着他,他的生活完全被打乱,新闻上互联网上更是各种猜疑,什么都变了, 如今贾买量又笑了他们又回到了以前,在大家眼里虽然一家人在一起的次数并不是很多,但是还能看到他经常带着钱新一体出去啊,可见生活慢慢走到了正轨上了, 现在虽然各种谣言都有,但也会慢慢消失,一家人正走向正常的生活,贾买量和母亲接受了这次的采访,她表示他们的关系和以前一样的好,一家人其乐融融,非常开心,李小璐确实把他的工作减少了,也慢慢消失在公众视野中,贾买量表示开始也要准备有第二个孩子了,看到这里,网友们有什么想说的吗? 欢迎评论区前来留言哦,贾买量恢复原症,公布李小璐喜事,网友又回到美美的一家人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